接下来是介绍一下操作热重的视频 首先第一次做实验之前我们先打开仪器 然后让仪器先预热三小时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下实验需要的一些工具 然后我们这里以锡为主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锡地 然后还有钢锅两个空干锅 然后还有两个盖子 然后还有一个镍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让仪器预热之后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TG清零 然后它已经清零了 然后我们再把空干锅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我们先让它稍微的等一会儿 然后在它稳定之后 然后我们打开TG的软件 或者说STA的软件 我们就是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输入它的实验室以及各方面的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输入一个锡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空干锅质量 为40.79毫克 然后我们将它稳定之后的数据输入进去 然后我们这里面有铝资干锅和桃子干锅的选项 我们这里面选用的是铝资干锅 我们点击一下铝资的 然后气氛选用空气 然后连接一气 在一气响一声之后 然后我们点击继续 然后这里有个截止温度 扫描数率和温时间 我们选择一个参数为300 然后扫描数率为20 和温时间为0 然后这里的气氛的话 我们选用空气 然后我们点击设置 然后一起响之后 我们将这个吸力放进去 然后再把所有的盖子盖好 以让它达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不让热量散失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盖子也盖好 接下来我们点击软件的运行开始 然后当实验达到300度之后 它会自动停止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出现的曲线图形 绿色的为TG质量线 蓝色的为DSC曲线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实验结果给保存一下 我们点击保存 保存完之后 我们点击一下TG质量线 当它变成绿色的之后 我们点击一下分析 然后有一个质量变化 我们将这个选择这个区间段 我们选在它的一个坡度的 然后我们在它的另外两边的一个基准线上 就是平行的基准线上 我们把它夹在中间 就是我们点击一下运用 它会出现一个失重 然后以及温度的一些数据变化 然后实验到这边 我们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蓝色的DSC曲线 我们点击一下分析 然后里面有一个风中和分析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的一个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然后这个风是它的一个起始点和它的一个 就是C的一个融点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应用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出它的一个起始点 含值 峰值 这些数据 实验就结束了 我们就可以点击一下 我不 Pew 糊 klich